在臨口越來越多 其中的相機也比受各界關心 為了讓相關的壓制和核心 能夠了解相關的三樣出世 醫生大學和中華醫生科技大學合作 幾萬議空議事充滿經濟論壇 17號的佈地 中華醫生科技大學來登場 當時也沾對爬蟲類相關的主題來討論 讓參與者都受慶貓貓 可愛的鳥名和高啊 這幾年已經生為很多民眾和黨的一份主 將衝物當作自己的小孩 這不會以早來很大的相機和視聚 對處醫生大學和中華醫生科技大學 讓共同來骨盤相關的衝物經濟論壇 讓學生才也知道共同了解現在的故事 透過這個論壇的經濟的舉辦 第一個 瞭解寵物經濟的一個發展的產業的規模 跟未來的走向跟推動的發展的趨勢 第二個 在寵物的產業裡面 一些相關的法規跟未來的一些注意事項 應該要如何來做一個有效的瞭解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很多的專家學者 還有這個寵物界的這些專家們 還有經營業者的代表 共同來與會 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好的建言 第一個 給養寵物的人有一個好的議題方向 第二個 對想要投入這個產業的人 要如何來找到對的一個經營的主軸跟定位 跟推動跟發展 我想是我們在推動這個寵物論壇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想法跟思維 這件事因應這幾年都越流行的爬叢類 特別邀請相關的專家人員進行討論 給議員跟三亞人員提早來了解 跟貓狗有點類似 但是又沒有貓狗那麼的繁雜 那相對來講 因為現在的法規來講也比較鬆 所以它的開放性是很大 而且目前爬叢根據調查大概是才佔10%整個寵物經濟體 那未來年輕人會越來越多 所以呢這個經濟體會越來越大 而且很多貓狗 家裡有貓狗的 牠也會養爬叢 其實是互不干擾的 所以牠們是可以是倍數的去擴展這個寵物的經濟體 對 所以這個是目前台灣我們看到的一些現象 然後是蓬勃的發展 而且是只是剛起步 那歡迎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現在有很多的店啊 其實進去都會有複合式的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去接觸的 不管是對於中的寵物 現在都行為很多民眾家中的一個月子 當時相關的服務也會越來越得完 對處法規的條件也會越來越受到中心 這也行為未來重要的議題 記者國務委任督府參與督 就算了